好,弟兄姐妹非常的感谢主 我们大家这个年已经过去 但是看见上帝的保守跟祝福 能就在我们的身上 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了 弟兄姐妹就是春天已经到了 对我们台湾来讲 没有什么事迹不是那么分明 可是在北方的这一天是非常重要 过了年以后 当这个雪就开始融化 然后春天的气息就越来越进到 他们的生活里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美好的事 也是这样子 所有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已经过去 面对的是什么 就是好上加好 父上加福 恩上加恩 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读11章 我们要读马可福音11章15节到26节 15节到26节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了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今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使它成为贼窝了 吉思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气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五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做主的五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幸福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其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这一段圣经里面 前面讲到 耶稣把这些牛羊鸽子 从圣经里面赶出去 他宣告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弟兄姐妹 祷告是太重要 因为祷告就代表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有信心 所以我们祷告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这是耶稣所应许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带着信心 那接下去 耶稣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 祂说你们当信服我 我实在告诉你 无论何人 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避陈 就必给他 成了 那弟兄姐妹 这山就代表着我们不能够越过的困难 那你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读过鱼工移山 其实那只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真的 山是你没有办法移动的 你就是一产一产 那你一辈子 你也没有可能把一座山给产平 但是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告诉我们说 耶稣我们是不能 但是耶稣没有不能 因为耶稣 祂是死无便为有 叫死人复活的神 那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办 当你面对一个 你不能够越过的困难 你要怎么说呢 就耶稣说 你要你就对那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面去 就这样说这一句话 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面去 其实耶稣姐妹 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用说的 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立 现在我们 祂怎么帮助我们呢 就是透过我们来说 耶稣姐妹 当你对这个困难 你不是一直在数算你的困难 而是要你期待 要这个困难离开你 或投到海里面去 你只要说了就行了 耶稣姐妹 我曾经有一次 就是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好像坐骨神经痛 那痛到实在是不行 那弟兄姐妹 那 这个缠着我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最好的医生 给我针灸 也没有把我弄好 那弟兄姐妹 那我怎么办呢 弟兄姐妹 我就读这段圣经 我就一直读 一直读 弟兄姐妹 充满的信心 就从里面而出来 弟兄姐妹 我现在认知了 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 我就一直宣告 一直宣告 后来弟兄姐妹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 祝福神经痛 耶稣的你 吩咐你 从我的身上 挪开 移到海里面去 弟兄姐妹 感谢主 耶稣说 我们要说 说你挪开 此地 投在海里 那我们要怎么样说呢 那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坚定不移的 单单相信神 那 耶稣说 你只要信 你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你成了 只信 你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你成了 耶稣 说了两件 两次 两次 接下去 耶稣说 凡这样子 凡你们所祷告 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 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那 弟兄姐妹 这一节圣经 在 在这个 另外一个英文圣经 说 他说 Listen to me 耶稣说 Listen to me You can pray for anything 你可以 祷告任何的事情 请你听我 我对你说 耶稣也是说 请你留心 听我说什么 就是 你祷告任何的事情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it And it is yours 你只要相信 你就会得着它 而且那就是你的 凡你们祷告 祈求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誓得着 就必得着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祷告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这几天 在网路上看见一个 一个美好的故事 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一流的名义 他是癌症的专科医师 他自己做的见证 那其实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根本就是 这个不聚会的 但是他非常的有名 他就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 医学的年会 而且那一天那一次 他要 这个学会 那个学会 医学会 要颁奖给他 所以他就 他就坐飞机 飞机就出发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飞机飞到一半就发生了一些的问题 结果他就紧急降落在附近的一个机场 那这个下了飞机 还好平安的降落 后来他就去柜台 才知道就说 这下一班的起飞 能够到他要去的那一个城镇 要十个钟头以后 才有飞机 所以他就决定自己开车 只要开四个小时 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就 他就决定了自己开车 结果 这个车子上了高速公路 没有多久 哇 就起了 这个暴风雨 哇 他就一下吹着他 连看都看不清楚 前面的路 路标什么都看不见 结果他就迷路了 结果他只顺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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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小路 就就弯下去 他就走走走 走到一个 这个野外 这个也没有什么人 终于看见一个房子 房子破破的 但是里面有灯光 他就想说 大家可以进去 看看 这里到底在什么地方 他也可以借着 借一下电话 可以打个电话 给 就是能够确定 他到底 他要怎么办 后来他就去敲门 敲门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 就给他 就来开门 他就把他的事情 告诉他 他就说 你们 你有没有电话 借我一下 他说 先生对不起 我没有电话 但是呢 我想 你是不是进来坐坐 等到暴风雨过去以后 你再起行 好了 那他就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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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生想想 也只好这样子 他就 他就进去里面 坐着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女士 就说 你大概饿了 他说 我没有什么东西 我只有一点面包 跟咖啡 你就吃吃这个好了 补充一下你的体力 那他就说 谢谢他 那他就准备好 然后我给他说 那个女士就说 我们一起祷告 好不好 他说 他说 他就拒绝 因为他相信了 一个人成不成功 是在乎他的努力 而不是在于 这样依靠祷告 也要祷告 那结果他就拒绝 一起祷告 他就后来 这个女士 他就 让他在客厅里面坐着 他就 走进 照顾他的 他的 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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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小的床上 他就 后来 这个 医生就发现 他不断的走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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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一直在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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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祷告 那他就想 他很好奇 到底到底是怎么发生 有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 所以他就走过去 他就说 他说 你 你 你在为你的孩子 祷告 你的孩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 你 你的上帝 有没有垂听你的祷告 他 他就这样问他 那 后来 他知道 这个 这个 这个女士又告诉他说 我的孩子得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癌症 这个癌症的这个细胞 他说 有人告诉我说 他说 我 这个 这个病 只有一个人能够医好 就是 这个医生 叫做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这个医生 只有他能够来医治他 他说 那 这个 这个医生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去送去给他 他说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办法 支付这个 旅费 还有去那边看病的钱 我们没有 所以我们就祷告 我们相信 上帝会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姐妹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 这个医生呢 就 就忽然间 就哭起来 哭起来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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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说 我就是亚伯拉罕 我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医生 他说 我今天我才真正的认识 原来真的 祷告这么有效果 上帝让我经历 这个飞机 这个飞不成 这个 然后 落地 然后 这个 开车 竟然会开到 你的家里面来 我相信 你的神 真的是 又真 又火的神 所以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 亚伯拉罕 这个医生 他终于认识了 一个 因为祷告进来 可以带来 这么大的祝福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们这个 这个姐妹 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祷告 祷告 上帝就运转了 他的全能 把亚伯拉罕医生 你没有办法去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办法 上帝可以把 亚伯拉罕医生 带到 这个家里面来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祷告 耶稣说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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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 成为 万民 万国 祷告的殿 我的殿 当然是指教会 所以教会 一定是一个 祷告的地方 你有什么需要 到教会来 上帝成为 要为你 为你祝福 所以每一次 我们去 聚会 完了 我们就有祷告的时间 请你一定要来 把你的需要 带到主的面前 那我的殿 不只是代表着教会 也代表着 我们这个人 因为 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说 你们就是 你的身子 你的 第六章说 你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可以 天天来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 就会带来 遗山的神迹 主与你同在 祝福你 今天讲的非常长 我只要告诉你说 你遇见事情 只有一件事 就是来祷告 弟兄姐妹 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祷告的时候 不是要讲你的问题 乃是要讲你 你要什么 你相信 神会为你成就生 你要学告的是 这个 主必与你同在 阿们 我认为你